年轻朋友也要把握时机赶快来创业了 今天我们的专题报导带您认识 72年次的餐饮集团CEO 柯兴凯 过去他以20万创业 不过他竟然是创造了5亿元的营收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来看看他的故事 应该是准备每天先走 所以等一下会补出来 亲切的和员工互动 在店里忙进忙出 72年次的柯子凯 年纪轻轻已经是知名餐饮集团的负责人 旗下拥有9个品牌 从七十三明治 饮品 甜点到高档烧烤 每个品牌都别具特色 早午餐 意大利面 然后陆续就 又开了几个不同的品牌 有韩式的 有这个炸鸡排 然后也有这个 像我们现在在这边的这个 炸炸路的一个青石咖啡 30岁出头 在两岸已经拥有156家连锁加盟店 放眼全球进军海外 2013年创造出5亿业绩 柯子凯是怎么做到的 他说他在学生时期 就对餐饮充满兴趣 专科毕业不急着去上班 而是每天打三份工 努力存钱 勇敢创业 我想要当老板 我想老板 大老板小老板都无所谓 但是心中就想说 那与其这样我去就业之后 再创业 不如我就赶快直接就来创业 哪怕是失败了 我都可以比较快站起来 因为毕竟年轻 早上三点半起床 然后送报纸 然后送到七点半 然后七点半就回去梳妆打理一下 然后九点要赶到台中的火锅店上班 然后火锅店大概又做到下午的五点到六点这中间 比如说不一定 然后回去又从台中再赶回去丰园 然后大概在晚上休息一下 吃个饭休息一下 晚上的十点要去夹报公司拿夹报 2006年柯子凯胜益存到20万 开始在夜市摆摊卖饮料 他独门调配的冰沙 相当受到消费者青睐 生意兴隆 后来租了店面 接着在全台快速扩点 柯子凯从此被誉为冰沙大王 我们把比如说大家常见的 柠檬红茶柠檬绿茶 爱玉柠檬 我们都把它变成是冰沙式的口感 所以我们不用雪客的 我们是用冰沙机 其实也在这一次的转折点 才发现说 其实你做每一个事业 都必须要有差异化 冰沙大王后来跨足餐饮 发展出多元品牌 和他一起建立柯氏王国的核心团队 平均年龄只有27岁 其中曾经是偶像团体 可米小子成员的张廷伟 今年也才30岁 他被柯子凯相仲 担任集团的艺术总监 很高兴他的加入 然后他的加入也帮我们 为我们在每一个店 每一个品牌的打造上 带来很大的加分 要创业最重要的应该是说 你必须要坚持 可是你要坚持的背后的动力 是来自于你的梦想 所以我想每一个创业人心中 一定有一个梦想 这梦想是最重要的 青年级生柯子凯 成功打败22K 建立自己的餐饮王国 也再次印证 只要有梦想 勇于尝试 就有机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欢迎新闻 综换一胡人齐专题报导 综换一胡人齐专题报导